嗨各位小伙伴你们好吗 这里是山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我要记录一下 把前面这一棵孔雀木 今天晚上把它挪到室内去 现在就是天黑 可能也看不出来它有多大了 不过白天没有时间 然后明天晚上就要降温了 所以就赶快搬 这棵是今年 这棵是每年春天都会到户外来 然后今年春天我还给它换了 这个大一号的陶盆 真的非常大 这个中间过程就不露了 等到我们把它搬进去以后 再看一下室内的效果吧 我觉得它可能会碰到顶 好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高度已经超过这个门框了 所以还得脚先进头再进 今年真的是路养的功了 长大了不少 出去的时候还没这么高 大功告成 我们现在把它推到室内来了 真的已经是马上就要快顶到天的这个高度 然后这下面是配的这个专用的轮滑托盆 它的重量非常的重 这个没有留意客厅有一个吊顶 结果它就顶天了 好现在孔雀墓已经安置好了 这个是每年它待的这些角落 可以看到这个顶上已经触顶了 叶子刚好碰到顶 这个是一个整体效果 那这两天呢 我已经陆陆续续搬进来挺多的植物了 像这棵日本大叶散也是 叶子还有点脏 还没来得及 清理 然后这种大型植物 我也是第一次尝试把它放在一个 视线的位置 我发现把东西往垂直方向上分布 是一个非常好的营造出这种森林感 以及家里面很丰满的植植被效果的这种一个方案 目前就是这样 在这种森林感 在这种森林感